大家好,我是交通小王 前一段时间脚被开水烫了 现在养的差不多了,能出门了 今天接了这么一个活 突然接到一个用户给打电话 说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 他有一个饭店用的撕开门的大冰柜 然后让别人修过 怎么修过呢 刚修了不到两天又坏了 而且给他换了个压缩机 压缩机换完以后也就用了不到一天又坏了 用户说当时花了700块钱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花完压缩机又坏了 你可以找他给你维修啊 这个也是常理之中的嘛 刚修完就坏了 肯定要给保修啊 用户说再给那人打电话 那个人就不来了 刚开始来了一趟 来了一趟捣过半天也没捣过好 累得满头大汗 然后说回去拿个配件 这样回去以后就再也没回来 再打电话 刚开始焊接 接说修不了 你找别人修吧 然后用户让他退钱 他也不给退 然后就跟用户说 你爱找谁找谁 死活就不来了 用户打电话找工商 工商也不管 报警警察说是民事纠纷 让用户起诉他 用户想了 一共换了个压缩机700块钱 也不至于起诉吧 然后我就问用户 你这个维修工人在哪找的呀 用户说是赶大集的时候找的 他说赶大集的时候 有摆摊的 专门修家电的 他找的 我听用户这样说 要修的话没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他冰箱什么情况 我就跟用户说 我肯定要上门检测一下 别是管漏了 是不是 换好压缩机也不行 然后我就跟用户提出 要50块钱的上门检测费 然后用户说 这50块钱上门检测费 就不想出 就想问一下 如果再修的话 需要花多少钱 他的意思是 这个冰箱已经花了700块钱了 如果再修的话 花太多 他就直接买个新的了 然后他也怕 收50块钱上门费 去了以后 看了看啥也弄不了 收50 他也觉得白花钱 大家觉得 这个活能不能接呢 就是用户不给上门检测费 然后让你大体报个价 如果他能接受 你给他修好 他就给你钱 由于现在我不知道 那个压缩机坏没坏 然后我就让用户发了个照片给我 然后通常店 他说压缩机有声音 可以转 再详细询问 我问用户 冰箱坏之前 然后是慢慢不治冷了 还是以下不治冷的 应付说坏之前 都正常 然后就是突然一晚上 就不治冷了 第二天发现全化了 按这种情况推断 应该是压缩机坏的几率大 应该不是漏了 如果漏了 不会说突然一晚上 以下就不治冷了 因为他那种撕开门的冰柜 上面写的童馆之作 用了四年左右 漏的几率应该比较低 由于压缩机都是用铝包的 大夏天的应该坏的比较多 所以我就决定赌一把 给用户包价四百块 还是用他原先的压缩机 然后给他修好 估计原先修冰箱的伙计 系统可能没弄明白 转了一会儿可能赌了吧 造成的不治冷 或者是汉间没汉好 造成漏服 如果四百块钱给他修好 那样咋也能净赚一笔 就有一个制冷戒的成本 那就寥寥无几了 大家觉得这活要是是你 你会接吗 别人已经修过了 而且还不给上面检测费 如果修好了就给四百 反正我是接了 等去看看再说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